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来看这个面相当中的脖子 脖子肥大的人一般度量偏大 志向也远大 这样的人有胆识 胆识过人 执行能力强 适合从事一些武职 也能有一些大成就 但是脖子大而不适合露筋 否则是不吉 脖子纤细的人一般是觉得脖子纤细为美 但是在相学当中要讲究其他部位的配合 头小而脖子细的人有艺术天分 很敏感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相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头小脖子细的人 适合从事表演和艺术行业 脖子一般瘦小 紧一长 而胖子呢 紧一短 最忌讳是瘦子无脖 胖子薄细 这是非常牢碌的特点 就是说瘦 你本身就非常瘦 再加上脖子短 这个是很 就是从形态来讲也不美观 对吧 如果是你特别胖 胖的话按理说脖子看起来短 对吧 但是你胖脖子又细 那么感觉就是 这个头重脚轻 我们再看一个 脖子如果是方厚 风龙 气色又好 那么这是吉祥 再如果是面箱 四肢 体相 配合得当的话 能够有大成就 虽然不至于大富 但是一定能搭跪 脖子原始有肉的人 这样的人最适合从商的 最适合开展 开展这种 开展性的工作 白手起家 创业成功 有所收获 如果脖子和面相 四肢配合得当的话 这个福气也是相当了得 这个是脖子 这个 这个原始有肉 一个是方 一个是原始有肉 还有一个是细 一个是粗 好了 有关这个脖子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是有八字 手下面相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我们下期再见